剧君业和大S修成正果 除了那偶像剧般的重逢情节浪漫死大家 剧从出道以来的光头造型 更是让大家超级深刻 他曾在节目上透露 自己25岁开始就掉发迹象 即使用了针发纤维也没有得到效果 最后才干脆直接剃光 之后他也大方分享 自己过去还有头发的模样 被哈哈大赞很像张国荣 颜值完全可以跟现代爱豆一较高下 而随着和大S的婚讯受到瞩目 他年轻的戴法兆也在PTT引起爆棚讨论 不少网友都说剧君业 过去有头发的样子长得很像严陈旭 世华美男无误 整个有被震惊到 还有网友说像漫画男主和帅版蒲英葵 其实过去大S在节目上就曾坦承 自己就是只爱帅哥 三观不正也没关系 回顾他的那些前任 蓝正龙 周渔明 各个都是天才 原版还在疑惑他怎么会跟剧配成一对的 现在看到照片完全都懂了 看上去吧 看上去吧 看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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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